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三percent 尤其八percent 有的还半更涨0百以上 跟您报告他讲对了 今天的外资 外资今天就买了 这边开发金 然后也买中信金 你看 也买台信金在这个地方 三党标的今天外资是买的 所以只要这个未来有期待性压轴的 当然法人就报以肯定 虎海何尝不适呢 见重请上来 虎海二脉H 他们当然要大力推 而且已经安居正在进行试了 虎海和机制日前发表了三款电动车 大家觉得很美好 可是为什么见重说 有一个大的车门 请小心 就是电池 为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虎海这一次公布了三台车子 这个model C 这个是休旅车 这个是轿车 房车 最后就是公车 那我们来看 这个机会在哪里 一线的车厂一定是自己做 譬如说像这个特斯拉 福特 福斯 他们都有开发自己的电动车 我认为他 虎海有两个机会能够拿到这些代工的订单 而且电动车一定会有代工这件事 第一个就是所谓二线的车厂 那举个例子 这一次他的说明会里面呢 这张简报为什么我留着 就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司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特别留意 这个Atlantis这个集团呢 各位看这些品牌 各位可能有听过这个阿法罗密欧这个车 有有有 克萊斯的雪铁龙 还有这个马萨拉第 这个是跑车 马萨拉第之前好红哦 OPPO标志 这些都是我讲的二线的车厂 这些车厂呢 他们有一些当然会自己做 但是我认为有一些 他真的有可能会外包给代工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有机会 你不要小看这个 你说他是二线车厂没什么 人家全球有四十万名员工 骗击一百三十个国家 所以其实他市场不小的 所以这是一个 那所以他这张简报 特别就强调这个 就是我一直讲的二线的车厂 那另外一个就是新创的汽车品牌 譬如说苹果 我们讲过好多次 苹果一直要做电动车 那苹果电动车 他们会自己盖工厂吗 我认为不会 对啊 我是苹果也不会详细做 我交给那个很会做的 反正在代工车子 贴我的牌子就好了 这是一个例子 那当然还有其他新创的品牌车厂 那再来我们就看这个下面呢 电动车做硬体其实没有什么 我这样讲 电动车主要有三个重要 一个就是电控 一个是电机 一个是电池 电控就是指里面的这些音响 电路 这些我想绝对是鸿海的强项 这没有问题 对我们写在这 一个是电控 再来第二个 电机 电机讲的就是马达 还有功率元件要推马达的这一些相关的还有充电啊 这一些称为电机 这一块确实鸿海就比较弱 但是呢 他有MIH 其实有很多相关的供应商 再来是电池 因为电池占电动车大概百分之四十的成本 所以非常重要 他是心脏啊 你教过 对 那这一个我们待会再来讨论电池 我们来看这一张 这一张就在讲这一次鸿海的发表会 其实重点在下午 很多人早上看完那个车子很漂亮 拍一拍照就走了 重点是下午啊 在讲什么软体 你今天要帮人家代工车子 你要证明给我看你有能力去做软体整合啊 因为电动车核心是在软体自动驾驶 这一场你有去就对了 我没有去 因为他有限制人数 人很少 我们只能在YouTube 各位可以去YouTube找这个影片 把它看完 我简单讲 他们呢 跟这一间公司合作 那么主要就是开发这个所谓车联服务 智能座舱跟智慧驾驶 其实就是所谓的自动驾驶 这建重啊 如果这三个都要能够全程到位 总有一家公司 for他们吧 对 所以鸿海呢 就投资这一间公司 称为复制节 我们看一下 这一间叫mobile drive 事实上它是一家软体公司 那也是鸿海集团旗下的 也是旗下的 集团内的哦 富有的富 智慧的智 敏捷的节哦 所以那天其实在简报里 主要就在强调 他们有很多相关的软体 这里面就包含这个 车联网就5G嘛 你要连接网路嘛 那智能挫娼就是你在车上 可能要有一些监控系统 智慧化 知道是谁在开车 你有没有打瞌睡 小朋友呢 如果后座车门随便乱开 他就不让你开 现在都是用一个锁扣住嘛 对不对 连大人也不能开 但是现在不会哦 他是他会做人脸辨识 你是小朋友 不给你开 你是大人 他让你开 所以AI掌控自驾驶 最重要就是自动驾驶 其实他们也在开自动驾驶 然后也在道路上 做了一些测试 所以我想 所有的车厂都朝这个方向 那他们也是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如果透过这一张 先问你一下 刚刚有说MH 第一个目标 吃全球的 这个应该说 二线车厂的代工 第二个 二线车厂的车子 一样是电动车 自驾车 智慧车 那你您的研判 这些呢 他都可以 他们而且做得到 对 这一定要做到的 他必须证明 他有这个能力 那当然客户会用他的吗 那不一定 譬如我举例 苹果有自己的软体 那如果苹果来找 鸿海代工的话 他当然不可能 会用这些软体 但是你至少要证明 给我看说 你有能力 做到这些软体的整合 而且有些二线车厂 其实我成本要 Cost上下来 我直接用你的软体 也是可以 对不对 OK OK 所以这是一种可能 好 那这么好 为什么最后一张 怎么会有一个重要门 这一张先讲好的 这个感知器 这个就是所谓自动驾驶 那自动驾驶 基本上一定有很多感知器 包含相机 雷达光达这些系统 然后最后做感测器的融合 感测器融合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各种不同的讯号 整合在一起 然后再做智能的决策 去决定说你的车子要怎么自驾 换车道等等 判断 对 然后最后再连接到控制系统 去做动态控制 这个就是智慧驾驶 所以那一天他的这个展示 其实我算是 我觉得是很成功的 就是把这样的观念弄出来 但是再回过头来讲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电控 电机跟电池 我认为目前鸿海 比较缺的是电池 为什么 那虽然他有转投资很多公司 但是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于 现在全世界做电动车电池 真正有实战经验的 只有三家公司 一家公司就是日本的 Panasonic 第二家叫做韩国的LG 第三家是大陆的宁德时代 对 那台湾没有这种公司 台湾有做理电池的公司 但台湾没有大量量产 车用理电池的公司 可是因为我印象中 你说日本Panasonic 然后韩国是LG 我印象宁德时代是中国大陆做电池的 我们想得他很强 可是我印象 MH好像LG不是有加入他的团队吗 其实加入是一回事 但问题是电池这么重要的核心技术 你是掌握不是自己在手上 你要去想今天全世界都在做电动车 今天特斯拉也要电池 然后福斯也要电池 那个福特也要电池 订单一起砸过来的时候 那你确定这些电池厂会把产能留给红海吗 优先顺序 一线大厂先给你 大厂这些主客户的 要个答案就好 引力研判 因为红海集团资金应该是不用担心的 他有没有办法自己成立一家电池公司呢 我觉得这要很大的决心 因为电池这件事情是很大的投资 可能性是有 但是问题是 这是一个蛮大的投资 电池的困难度应该是高的吧 对 对嘛 要做一个电池 尤其是电动车 对嘛 好 感谢金钟 非常谢谢您了 开始整理 这么一听的就把 红海科技日电动车的大未来 读出了一个轮廓了 开始从这个玉堂说起了 说实在的 我还蛮喜欢这个新闻的 早上看到有点兴奋 因为大家会担心 缩减货载规模 美国开始动作Taper了 接下来还要再升息 会不会从自进Party 然后让股市就结束掉了呢 资金行情结束 股市就中错 会不会 答案是不可能的 因为从全球企业 在发股息过程当中 竟然透过那张图 都在明显成长 只证明了 资金行情就算结束了 开始升息收资金 也不用怕 因为基本面行情 开始顺利接棒了 高纲玉堂是报以肯定的 因此美国股市才会 凭在历史高档进行震荡 只要肺半 肺半的位积 是等同于台积电 还要再创历史新高 结果台积电的落后 我们就期待它的表现了 美元还会再走升 因为收资金前边少了 美元走升是属必然了 美元的走升 如果以刚刚玉堂的研判 有机会会看到了目标97了 另外在空运 航空货运涨价 那是因为如果海运会塞港 那怎么办呢 天上飞的就不会塞了 当然包括了比较精密的 镜头啦 晶片啦 好手机啦 这些全部都要空运哦 所以长榮航空啦 华航啦 货运现在是全部涨价 斑斑都客满了 这些技术面 转强了 顺着无日线操作 好近一个月 三大法人早就知道了 全部都大买 长榮航空跟华航 但提醒您刚刚有说 留了上一线 上上去卖下来 不造劲不追 但多单给虚报 另外一个是这个了 这个看好第三代半导体 汉磊跟佳金 现在呢 日后SIC的产能扩增7倍 SIC先说 叫做碳化系 GAN叫做淡化加 这两个都叫做 第三代半导体 佳金是子公司 妈妈是汉磊 佳金先跟您说哦 这半导体最困难的 就是涨金 我们现在国内哦 涨金哦 涨金这个工程 几乎都是国外在涨的 7片也是呢 这个切了之后呢 切完那个晶圆片 上面要涨累金 涨累金就是 佳金现在的工作 涨好了累金之后 再交给母公司 汉磊来进行制造代工 就像台积电制造代工这样子 可是呢 明年要扩充 在第三代半导体哦 产能才会倍增 7倍之多 筹码面感谢 玉堂帮大家抓出来咯 EPS啦 本益比啦 筹码面发人都正在买方 可是因为本益比稍微高了一点点 所以呢 如果呢 有稍微最高了 请您要多留意一下风险了 元宇宙 透过了Trade Force提供了 他们觉得元宇宙上期大的 不外乎 先进制成 网通跟记忆题 相关标的 明年业绩的期待 也都列出来给您做参考 第二个 完全认同 庆隆这个观点 台股来到万七之上了 接下来挑战万八 甚至有人讲两万 不管有没有机会 但台股最重要 最后一颗的珍珠 明星 就是金融股了 为什么呢 一 人家业绩很好 赚那么多钱 前面十个月 赚赢去年一整年 您说这不叫好 什么叫做好呢 再加上了 股净比 股价处于净值 工资价值这么大 结果股价这么少 这股价委屈了 大盘的股净比是这样 这一章证明了 金融股的股价是委屈的 那金融股真的 十二月份会涨吗 of course 根据历年统计资料 十二月份上涨几率 竟然是这么高 好了 那我买了它 涨率超过六成八成 那十二月份 可以让我赚多少呢 赚多少 就从十二月份历年 它的涨幅报酬率列出来 跟您说一下分享 今天外资也有买金控 买了台新 开发 还买了中信金 这三档标的 所以外资也听懂了 最后一颗珍珠 庆隆的观点 第三个就是 侯改科技日发表了 三款电动车 是真的电动车哦 巴士电动巴士 都要上路了 第一个重点 就是刚刚 电众说的 MIH日后吃的大饼 就是全世界 绝对会有电动车 二线厂 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多的员工 这么多的国家 这么多的公司 红海就吃他们 他们怎么可能 为了做一台电动车 那就盖一个大工厂 那不用 交给MIH就可以了 好了 那你就会问了 MIH这个 红海集团的电动车 现在硬体是不难的 难得在软体 所幸车联服务 智能座舱 智慧驾驶 以及下一张 红海集团 MIH都告诉您 不管是感知器 或者感测器的融合 智能决策 跟动态控制 全部软体都能够到位 MIH活化集团 全部做得到 所以二线电动车厂 交给他 人体如果你要我做 我也可以帮你做好了 但讲完了 感觉总很美好 但接种有说 因为最重要的 心脏电池 现在电池 还是掌控在他国 日本 Panasonic 然后韩国在LG 中国大陆宁德时代 那MIH没有个电池 所以之后 还是得依赖 电池这块领域 就是这个小小的罩门 我们就看一下了 MH红海集团 之后在这个罩门 电池又该如何克服 弥补这个 前面已经有八九十分了 后面还有十几二十分 要到位了 总之之后继续掌握观察了 以上结论分享 尽管告回到香港之后 时间交给了林中 台股就从这个角度来切起了 又太诡异了 往常美元走生 台币会走扁 不 台币是走生的 您如何解释呢 粉丝的疑惑 真的是如果央行所为 方向错了吗 会伤了这个 那这个也会受伤吗 不知道 回来之后听看看 林中分析